每年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的下团组活动都备受关注 2018年两会开启不满一周 从政协联组会到内蒙古 广东代表团 山东代表团 习近平已经四下团组 4号下午是习近平与全国政协委员一年一度的固定约会 六年来 每到这天下午 习近平都会参加全国政协的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年习近平强调坚持多党合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完善政党协商制度 绝不是搞花架子等表述令人瞩目 5号下午 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13届全国人大一四会议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锐意创新 埋头苦干 守望相助 团结奋斗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扎实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 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7号 习近平出现在了广东代表团审议的现场 2014年3月6号 习近平就曾到过广东团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习近平6年内两下广东团也释放出新的信息 习近平特别强调 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要求广东的同志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真抓实干 奋发进取 以新的更大作为 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 8号上午 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 习近平说 工程不必在我 不是消极待正不作为 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既要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 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场远的好事 既要做险计 也要做前计 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门中心 今天上午举行记者会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记者会上 王毅就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中美关系 南海问题等热点事件 回答了中外记者的22个问题 金句频频亮出中国外交立场和主张 近年来 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国际上开始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炒作 王毅对此回应表示 只要不怀有偏见 不奉行双重标准 从中看到的绝不是什么威胁 而是满满的机遇 所谓中国威胁论可以修矣 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 中国崩溃论自己先崩溃了 变成了一个国际效果 而中国威胁论虽然有了新的翻版 但却更加不得人心 因为事实声音雄变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 王毅表示 中美可以有竞争 不必做对手 更需当伙伴 在全球化的今天 选择贸易战 更是抓错的要方 结果只会损人害己 中方也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对于中俄关系 王毅评价称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稳如泰山 中俄深化合作没有止境 中俄关系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对于中非关系 王毅指出 不管世界怎么变化 也不管别人说什么 中非之间的深厚友谊都老不可破 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0周年 就中日关系 王毅表示 这段时间 日本方面采取了 更为清晰 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出现了难得的改善势头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只要日方不犹豫 不折腾 不倒退 客观对待和认同中国的发展 中国愿意与日方相向而行 有印度记者提问指出 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 和动朗对峙事件 2017年是中印关系史上 非常困难的一年 对于中印关系 王毅表示 中印要龙象共舞 而不是龙象争斗 中印一加一不仅等于二 更等于十一 建立起政治互信 喜马拉雅山也阻挡不了 相互加强友好交往 中印之间共识远多于分歧 利益远大于摩擦 昨天参加13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 以及参加全国政协13届 一次会议的著名全国政协委员 分别在驻地审议讨论 宪法修正案草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复联主席沈岳岳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代表团团长 于伟国参加审议 省长代表团副团长唐登杰主持会议 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 代表们说 完全赞成宪法修正案草案和王晨同志所作的说明 这次宪法修改 体现了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实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 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 把党的指导思想转换为国家指导思想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我国宪法完善发展的内在要求 有利于更好的团结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将进一步哼实 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写入宪法 有利于把党的领导 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对国家主席任期作出新规定 有利于国家常治久安 增加监察委员会有关规定 将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提供有利保障 我们要带头遵从宪法 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 昨天 著名全国政协委员在各自驻地举行小组会议 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 委员们表示这个草案既保持了我国宪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又有新的重大发展 利益高远 内涵深刻 符合国情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审时夺势的战略眼光 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坚决拥护 相信这次修改之后的宪法 必将进一步引领推进党和国家在法治轨道上 行稳致远 维护宪法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 作为政协委员 要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职责使命 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积极宣传宪法 两会期间 台湾省代表团讨论最多的就是刚出台的31条会台政策 会台措施如何更好地落地 提升台湾同胞的获得感 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陈云英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陈云英代表说 最近三年越来越多的台湾高级人才 到大陆的高校从事教职工作 今年预计有2000位台籍高校教师 在大陆不同高校科研院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31条会台措施 鼓励台湾教师来大陆高校任教 其在台湾取得的学术成果可纳入工作评价体系 陈云英代表表示 这将吸引更多的台湾高级人才到大陆工作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陈军特别关注台籍艺术生在大陆求学的问题 陈军代表提到 大陆的艺术高校招生门槛比较高 学费及专业成绩要求高 不少台湾艺术生望而生畏 31条会台措施 为台湾学生求学 提供更多便利 希望能够少 对于台湾的学生有所倾斜 降低他们 考入艺术院校的门槛 31条会台措施 向台湾同胞开放134项 国家职业资格考试 其中就有医师资格 职业要师资格考试 全国人大代表廖海英表 对他们今后的执意 特别是归陪和考试 也就是资格考试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1条会台措施 设计面之广 推进力度之大 是前所未有 代表们也纷纷表示 要把会台政策措施 落实到实处 真正地做到 言辟性行辟果 不断地扩大和深化 两岸经济文化 合作与交流 下马卫视记者 李小平 徐青平 发自北京全国两会的报道 朱克荣是台湾著名电影人 从事影视发展50多年 曾先后在香港 台湾大陆等地 拍摄了几十部电影作品 新发布的31条会台措施 放宽两岸合拍电影 电视剧 在主创人员比例 中国元素 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朱克荣认为 利好政策的推出 可以让两岸未来 在影视方面合作更频繁 正在筹备中 北京女儿妈妈想你 那我总觉得 这个里面就涵盖很多 涵盖两岸一家亲 那现在又有了 这一方面的这种的推展 这个优惠的方式的话 不只是这个 在工作方面 给很多人 有了一个平台之外 以这样子的 优惠的条件 当然对制作方面 跟选角方面 跟安排方面 它是方便很多的 来自台湾艺术大学 影视专业教授 赖翔韦 十几年来 他一直专注于 连岸影视行业的研究 曾现文章呼吁大陆 放开对台湾影视业的限制 这次政策的出台 他表示 可以看出大陆在决策上 有一定高度的自信 而开放政策 也回应了台湾媒体产业的期待 因为台湾过去几年的媒体产业 非常的不景气 那这次在这个会台的媒体 可以让台湾的整个媒体产业 得到一波 注射一波新的强心剂 今天下午 厦门前往东南亚六国的 邮轮航线首发 航程长达15天 航线串联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 新加坡 柬埔寨 越南六国 这不仅是厦门有史以来 航程时间最长的母港航线 也是全国开通的第一条 跨东南亚六国 一带一路 邮轮航线 全国首条跨东南亚六国 一带一路 邮轮新航线 哥士达新浪漫号 今天下午五点 从厦门港起航 满载1800名游客 创起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六个国家 再创厦门 邮轮母港新纪录 哥士达新浪漫号 豪华邮轮 总长220米 有13层甲板 共789间客房 此次首航 选定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途经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 新加坡 柬埔寨 越南等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港口 东南亚的这六个目的地 都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 旅游资源也丰富 非常有源源 特别是我们福建的华侨 当时下南亚 在当地扎根了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重走海丝路 是不少人的梦想 这个邮轮产品 推出才36小时 船票就销售一空 为了参与首发团 不少外地游客 乘坐高铁赶到厦门 希望借助邮轮 去更多的海思沿线国家 看一看 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 厦门港已经成为国家 四大邮轮运输试点示范港之一 目的地一家游轮模式 走在全国潜列 厦门游轮母港的硬件 也在加速提升 博位升级改造 将在今年全部完成 母港地块也将启动建设 以海上世界为核心的 船港城油垢鱼城市综合体 在未来几年内 打造厦门新地标 随着一带一路 特色航线首发 这条东南亚六国的 游轮航线 有望明年实现常态化 打造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 东盟友谊之船 这次是全国首条 跨越东南亚六个国家的 一带一路航线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这也凸显了厦门 作为21世纪海上 直检城市 这个为推动 这个东盟中国双边关系 做的努力 为促进新加坡 与厦门两地教育教学经验交流 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 今天上午 新加坡南洋小学师生代表 到厦门实验小学 进行为期三天的交流访问 欢迎仪式后 来自新加坡南洋小学的同学们 纷纷拿出笔记本 写下到厦门实验小学的 第一感受 最吸引孩子们的高科技系统 正是厦门实验小学 推出的多媒体阅读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 学生们就能下载国学 百科知识 意志游戏等内容来学习 从校长那边了解到 这也是福建省第一家学校 导进这个多媒体阅读系统 所以从这个访问来说 我觉得我们新加坡跟厦门 在很多方面可以互相学习 互相借鉴 为了让新加坡的孩子们 更快融入厦门校园生活 学校还特别安排两校学生 进行一对一手拉手联谊 他们很高 全部都比我高很多 那么我们另外还 专门给新加坡的 这18位同学 安排了一些课程 比如说书法课 比如说武术课 等等这些类型 是专门给他们孩子上的 让他们进一步了解 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 据了解 南洋小学是新加坡的 特选小学之一 现任总理李显龙 和歌手孙燕兹等人 都是杰出校友 这次来下交流活动为期三天 新加坡南洋小学的师生们 希望直观感受 中国教育的魅力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春节过后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频繁休市 岛内蔬菜囤货过剩 拍卖价崩跌 农民损失惨重 外界把矛头指向 神隐多日的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总经理吴殷宁 民进党当局 也被岛内网友指责 吴能应该对此负责 岛内农民将一箱箱采收的菜 运到市场 堆得比人还高 果菜市场终于开市 农民挤成一团 等待拍价 春节过后 短短20天内 岛内果菜市场 居然休市11天 如此频繁休市 造成岛内年后 蔬菜囤货过剩 拍卖价崩跌 让菜农的心在堂血 而主管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总经理吴英宁 却神隐多日 引发轩然大波 看着台湾农民叫苦不迭 台湾网友也义愤填膺 有网友称 民进党当局 用吴英宁撤换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原总经理韩国瑜 百名是图利自家人 倒霉的还是台湾民众 有网友进一步表示 民进党所谓绿色执政 成了农民受害的保证 修饰造成岛内农民恐慌 台北市副市长兼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市长 陈景俊 7号晚间出面 向岛内农民道歉 这么辛苦的农民 产生心理恐慌 我觉得说 这个身为政府的 以及身为主管机关的 我觉得一不容辞 要跟农民说声道歉 不过陈景俊话风一转 剑指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总经理吴英宁 今天上午 吴英宁召开记者会 用闽南话道歉 试图回应神影期间引发的争议 吴英宁先是说自己不委屈 有达成平稳菜价的目标 接着又说外界不理解他的心劳 这样前后有明显逻辑矛盾的表态 被外界猛批毫无专业能力 也无责任担当 台湾地区2018县市长选举 进入白热化 其中台北市更是蓝绿必争之地 但蓝绿阵营最终人选还未出炉 特别是民进党迟迟未有动作 是否与现任市长柯文哲合作 至今没有定论 不过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 吕秀莲7号正式宣布 将全力以赴竞选台北市长 并将炮火对准了柯文哲 据台湾媒体报道 吕秀莲7号与多位民进党民代 以及多个妇女团体代表 进行茶话会 会中吕秀莲公布了柯文哲 过去性别歧视语录 并称台北市应该换市长了 他在会后受访时进一步表示 将会全力以赴竞选台北市长 此番表态是吕秀莲首次对外确认 将参选台北市长 吕秀莲表示 四年前为了参选台北市长 他下了很多功夫 但民进党为了确保蔡英文 选上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择与无党籍的柯文哲合作 但是柯文哲从未对民进党表达谢意 还经常出言轻蔑 吕秀莲批评柯文哲 任内做秀比做事多 人在市政府 心中想的是如何进蔡英文办公室 今年台北市长选举 民进党是否继续礼让柯文哲 参选或自提参选人 一直都是政坛关注的焦点 除了吕秀莲外 民进党党内公开表态参选台北市长的 还有明代姚文志 近日更传出民进党党内 正在劝重量级人物来挑战柯文哲 对此柯文哲今天仍然以老话回应称 只做好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 民进党台南市长党内初选结果 今天出炉 民意代表黄伟哲出现 民调数字 大胜排名第二的明代陈廷飞13个百分点 对于大胜的结果 黄伟哲说下出一身冷汗 但不管赢一点或是赢很多都是责任重大 未来会释出最大善意与其他对手整合 民进党台南市长党内初选结果 呼声最高的黄伟哲出现 民调获得41%的支持率 大胜其他对手 黄伟哲对此谦虚回应 对比黄伟哲民调 民调41%遥遥领先 其他参选人的成绩分别是 明代陈廷飞28% 严淳左6% 王定宇5% 李俊逸2% 叶宜金0.76% 这个民调真的是太奇怪了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在今天早上 然后用跑马灯 每一分钟每一分钟出现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意 我们真的不清楚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党中央要去说明 呼吁大家要团结 不管怎么样 民进党还是要团结 才能够打赢年底的选战 台南市党内初选竞争过程最为激烈 从一开始的影射黑心到黑寒 检举满天飞 虽然现在初选尘埃落定 但黄伟哲如何整合各方力量 仍面临不少考验 接下来来看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7号对外宣称 将在本周末前 发布对钢铝征收关税方案 美方此举引发众多贸易伙伴反对 欧盟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 坚决捍卫欧盟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 本月早些时候宣布 美国计划对进口的钢材 征收25%的关税 对进口的铝征收10%的关税 并进一步表示 自己在这件事上绝不退缩 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针对钢铝征收关税的政策 正在细节完善中 并将在本周末前发表 针对美国将对进口钢材 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表态 欧盟第一时间予以批驳 并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 坚决捍卫欧盟利益 欧盟委员会7号 在比利时布鲁斯尔召开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一份 针对美国加征钢铝关税 出台反制措施的提案 欧盟委员会的一位新闻发言人 透露 反制措施已准备就绪 涉及到的商品清单将包括 三分之一的钢铁产品 三分之一的农产品 和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品 总价值将达到28亿欧元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表示 美国加征关税行为 将威胁到欧盟成千上万就业机会 欧盟必须坚决采取行动 若美国实施对钢铝加征关税的计划 欧盟将对美国进口的花生酱 橙汁和波本威士忌等产品 采取报复性征税措施 资料显示美国钢铁主要进口国中 加拿大对美钢铁出口排名第一 其次是巴西 韩国 墨西哥和俄罗斯 中国对美钢铁出口排名第十一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 有白宫官员透露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取得进展 最终出台的征税方案 有可能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 因充当英国间谍获罪的 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近日在接触不明物质后生命垂危 英国外交大臣警告 一旦查出斯克里帕尔受害 为俄方幕后操纵 英方将给予强有力反应 为惩罚俄方采取必要措施 俄罗斯方面则否认 与斯克里帕尔受害案有牵涉 本月5号 一名66岁的男子和一名33岁的女子 被发现在英国一个购物中心的 厂椅上陷入昏迷 原因疑似接触不明物质 后经证实 这名男子是曾向英国情报机关 提供情报的前俄罗斯间谍 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一同被发现的女子是他的女儿 尤利亚 目前二人生命垂危 英国政府发言人6号表示 国家安全委员会 当天与首相特雷沙梅 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和内阁大臣们 讨论了斯克里帕尔事件 约翰逊表示 斯克里帕尔案 与2006年前俄罗斯特工 利特·维年科 在英国遇害案有相似之处 一旦查出斯克里帕尔受害 为俄方幕后操纵 英国政府将给予 适当和强有力的反应 他暗示 惩罚措施可能影响英国代表团 参加今年俄罗斯主办的 世界杯足球赛 对此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 俄方对斯克里帕尔 悲剧性状况的背后缘由 一无所知 俄方愿意协助英国政府 就此事展开调查 进入3月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围绕天然气供应产生的纠纷 突然升级 因不满斯特戈尔摩商会 仲裁院的裁决结果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宣布不会恢复向乌克兰供器 乌克兰因此陷入天然气短缺危机 7号 乌克兰政府宣布将冻结并查封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在乌克兰资产 乌克兰政府当天在网站发布通报指出 根据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的决定 乌政府计划冻结俄气四家子公司资产 其中包括俄气在乌克兰的销售公司 和天然气过境运输公司 乌克兰总理格罗伊斯曼 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政府要求俄气根据斯德哥尔摩仲裁法庭 和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的裁决支付罚款 总金额约85亿美元 2月28号 斯德哥尔摩仲裁法庭裁定 俄气未按合同要求向乌克兰输送足量的天然气 应向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赔偿46.3亿美元 冲底乌方此前应还贷款后 俄气应赔付25.6亿美元 另外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 2016年向俄气开出860亿格里夫纳 约合30亿美元的罚单 由于俄气一直聚焦 两年下来罚款金额已翻倍 俄气此前多次表态 不接受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 和斯德哥尔摩仲裁法庭的裁决 感谢收看今天的两岸新新闻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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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